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求助的欲望 人们没有这种欲望会不会阻碍社会的进步呢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也说了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佛教徒 或者是其他社会各个皆次的认识 如果是为自己而求这叫做自私的一种欲望 如果是为人类 为他众而求知 求学 或者包括求一些财物等等是不是欲望呢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欲望但实际上这不叫欲望 所以佛教里面有大乘和小乘 我刚才讲了佛教的小乘出家人是不能摸镜子的 佛教的大乘里面如果别人供养镜子 来帮助众生我说我是出家人不能摸的话那也犯戒 说必须要摸必须为众生有利的话 那你积累钱财也是可以的 所以科学家也是同样的 你如果是为自己的一种利益这是一种欲望 自己的名声 自己的财富 现在很多原神有些人就是为自己而探索 其实这是不好的 为众生 为人类的话 那么这是在佛教当中 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欲望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智慧 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林学院的 昨天晚上我有看过一个片子叫海洋 然后前半段讲的是一个海底世界相当的美丽 在现在我面前让我很惊奇 很感叹 但看到后面的时候就是现代人的欲望的追求 就是把那个鲨鱼啊还有人的那种吃的欲望 或者是价值观的欲望一直在上升 把鲸鱼的那种鱼刺割了之后 就会把他们的尸体抛到海底里面去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腐烂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蛮心酸的 就是人类他展现前面半段展展现给我们的时候 是一个那么美好的画面 说明的是一种发展 但是到后面的话欲望不断地增强 然后我就觉得发展与保护 是不是有点相互矛盾 想这样有个问题 谢谢 确实你说的 我们这里说也要不稳污染 也要可持续发展时 其实在某些意义上是不矛盾的 因为如果我们发展是对人类需要的 尽量不破坏大自然的这样的前提下 如果我们能让人类社会去发展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比如说有些领导 有些企业家 有些为了到达各种目的短暂的时间当中通过开发 通过资源的开发表面上看来暂时可能有一点意义 但最后对整个人类或者对整个城市有所矛盾 这个是表面上的一种发展但实际上只是一种破坏 所以现在大城市当中也好很多国家 其实开发和发展也有许许多多的矛盾 像个别的国家包括现在不但国家它不愿意开放 为什么不愿意开放有些人觉得他们是骷髅刮文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在这样发展 而他们连最近不知道前几年的时候连电视都不能看 因为电视直接冲击我们的很多脑细胞 最后人都变坏了 所以他们要留下一个特别古老的传统 但是最终包括这个视频也是特别的佩服他们的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是不陷进或者古老 但是在古老的行为当中也许有更加的美好 和更高层次的一种发展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刹两眼睛 应该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 才能知道他们之间的离弊关系 老师你好 我是灵学院的 然后我就以我们自己专业的一个问题来问一下 就是我们主要是研究经济灵德 然后上几课我们的老师也说了个安数 就是对于我们灵学来说 种安数就是五年就可以砍伐了 对于经济是非常可观的 但是社会上的人很多都说 种安数对环境污染非常大 就是一棵安数就像一台抽水机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树上不飞鸟 树下不长草 这种说法 然后对于这个经济和环境的矛盾 请问一下大师您的看法如何 谢谢 我刚才也是发表了我的这种看法 其实我们现在看法也好或者种植 应该第一方面有一些专业人员的具体研究和分析 通过分析以后应该知道最终是有力还是有病的 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我们道理上是明白 但实际上也是无济于是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 跟经济一挂钩的时候舍得很明白 但有些事情就没办法错手不及 因此在想包括我们现在的森林的看法 实际上有些像我们在偏区有些少数民族地区 他们为了经济我修了一个木头房子 我的木头房子的柱子比他要粗高度比他要高 因为人在同行当中或者同一个内心当中 始终都是需要比 比如说你在读大学的时候 大学生互相比衣服 比鞋子怎么样的 比头发 谁头发怎么好 到你在社会的岗位上的时候又跟同事 谁有车 谁有房子 谁有什么什么在这方面比 偏僻的地方也会比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竞争 直接影响到我们自然的破坏 那么这些可能跟很多的专业领域有一定的关系 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国际大学林学院的一名普通学生 听到您对低碳和低碳的见解我收益了很多明星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 我们现在我们的当代大学生对于一些环保的常识 例如别用水不乱扔垃圾和不使用机器筷子这些常识 我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常识当然很少有人会做到 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大师能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让我们再了解这些常识的前提下做到这些东西 谢谢 我想现在这样的低碳的概念 先我们人知道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直不知道 我们犯了多少次错误呢 最后自己也是不会醒过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 比如说今天我们几百个人每一个人知道以后不能浪费 那么以后这几百个人出去的时候 我想你们这里有些是当老师 有些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机会 在这些机会当中也会宣传这样的道理 所以一传是十传百 本来也是教育都是这样的 我们有意义 有价值的这些理念不断地去宣传 还有我们在各地可以建立各种不同的一些环保族 每一个族就开始用这样的口号来开始做 这一点很重要 以前大家都特别的浪费 从前年开始在各个 尤其是年轻人 大学生 他们都呼吁大家都不要特别的浪费 那么在几年以来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 广西这边我不是特别清楚 在别的地方 像我记得以前95年的时候新加坡那个时候很好的 在中国还不是特别好 但现在我们吃完了以后 有些剩下的东西就马上去大包带回去 这种理念一样的 包括我们对一次性的筷子或者这些垃圾 应该以后尽量地去建设 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一个人现在的垃圾 一年平均是一吨 所以很可怕的 所以有些问题我们有这样的节省的理念 在生活当中逐渐逐渐肯定会有帮助的 这样以后我们对地球也好 对社会来祈祷一定的作用 我们世间上很多有价值的理念 刚开始的开端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认可的 由少部分的住者和少部分的人开始提倡 最后大家都有这样的这种共同的理念 大师您好 我是来自广西大学林学院的一名学生 发展与保护 发展与破坏都充满了矛盾 即使我们提倡低碳生活 可持续发展 可是我们还避免不了相对的破坏 我想请问大师 您怎么 你怎么去对待可持续发展和防污染或者低碳呢 然后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才达到低碳的饱和状态 谢谢大师 其实您所问的这些部分的道理 我在前面的话题当中也可能说了一部分 但我认为应该以后每一个人对低碳 还有对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的很多矛盾 先从根本上认识到 认识以后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 在不同场合当中我们要自己有一种理念 我都经常这样想我作为一个出家人 那么我念我的经我能打坐 我可以打坐 不一定要去很多的城市里面或者跟很多人接触 但有时候我想我现在这样坐着 其实这是一种 在佛教里面讲是一种小乘的理念 我就害怕 我不能到处去不然别人说我 我不能跟很多人说不然我说错了 别人笑我 这就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心 虽然我一个小小的人到别的地方去给别人讲环保 给别人讲保护动物 不一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哪怕是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原来我是爱杀生的 但是通过一次的大家共同学习 我不爱杀动物的话 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 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可能还要 跟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生活当中先去了解 了解的时候我相信这里的很多大学生 将来你有一定的权利 将来你有一定的财富 将来你有一定的势力 在这个时候使用你的优势 应该对你的属下 对你所控制的范围当中 对人类也好 对整个世界要发出一分光的话 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应该能做的 也许你们可能学生时代的时候有个很美好的梦想 到了社会岗位上的时候 因为跟家庭 社会的各种关系所逼迫 最后原来的这种梦想成人也许有困难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每个人既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 又要有这种学习 世间与行动的一种坚定的毅力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我经常在想心里的一直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天天处于一种恨恨恨的状态 除了吃饭 大半 就稍微开心的时候学一点 不开心的时候天天打电话 天天发乱七八糟的信息 看一些连续片 天天这样浪费时间的话 人生就没有很大的意义 不敢说没有意义 应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现在很多年轻人 有些人做的事情是一点意义都是没有的 确实我也看到过很多 有些大学生和年轻人 他虽然就是做的不是很大 但是做的非常有意义 大师您好 我是来自中家学院的学生 我想请问你对于龟真堂 活熊取代有什么看法 还有你相信龟真堂关于熊辈取代而不痛苦 反而很舒服 你想听这种言论吗 谢谢 没有听懂 什么话 龟真堂活熊取代 这样 这听懂 转语 有些时候我们住在山里面 不知道社会的很多了解 我个人看法确实 以前我写过一本叫做《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里面我用了很多当时 讲闻觉知的一些案例 包括当时人们在禅座上扣呼唠等等 有很多可怕 残忍的悲剧上演这些状况 所以像这种情况从东方保护的角度看 我觉得任何一个残忍的杀害 我们人类不应该做 如果我们人类真的做得太多的话 最后不管是集团也好 个人也好 都会造成一定的报应这是绝对的 这方面我有很多的理由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世界上很多的环境保护 还有动物保护组织我特别随喜他们 为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动物跟人类是一模一样的 也许这个道理你们跟有些人的教育有关系 不一定是认可的但是我这个有一百个依据 跟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也有感受痛苦和快乐 那么我们人类也是有感受快乐和痛苦 如果我们开始践踏他的生命 践踏他的感受 那么我们人类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遭受这种痛苦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保护我们的环境 同样保护我们身边的动物 这就是我们好的朋友这一点也是希望 我们在座的这些同学们从小都不要喜欢杀生 我们佛教的意念大慈大悲心 大慈大悲心你完全不吃肉可能你现在做不到 我也不要求 没有这个要求 但是你即使要吃 你不要垫撒 不然你垫撒得太多了以后你的身体也不好 对你的身体不好 对你的家庭不好 将来的前途更不是光明的 法师 你好 我是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一名学生 今天你讲的主题是《环境保护》 您提到一个要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之前看过的一些书上它讲到藏传佛教里面 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做密修 它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断食断水一些 就比较残忍的那种修行方法来达到克制欲望的目的 我想问你 你以前接受过这样的修行吗 谢谢 当时佛教里面也没有特别的一种不吃饭不喝水的那种修法 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单独地修过 不过可能你所谓的保管宰戒 保管宰戒也不仅仅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当中也有宰戒 宰戒佛在佛经里面讲的果物不食 这是对出家人来讲的其实果物不食 我后来再想佛陀为什么说小物不吃饭呢 其实小物不吃饭现在对人体来讲非常符合医学 非常符合医学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受宰戒 受宰戒其实只是一种锻炼 一种克制欲望也可以这么讲 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叫做别解脱的戒体 有了戒体以后不会堕入在饿鬼当中 不会堕入在贫穷当中 所以它专门有一些戒条的功德 同时我们也可以到达一些比较清净的生活 所以我想藏传佛教当中当然也有一种 通过一种特殊的药碗很长时间不吃饭 这是我以前也见过我自己都是没有 有一个出家人在一个山里面 我们那里有一个叫做丹霸山 他现在已经圆极了那个老法师他十五天当中 连一滴水都没有喝但是他精神各方面状况都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修法 这种修法也是能说明他法的一种力量 当然同时也许可能也有一些克制欲望的目的 老法师你好我是来自广西大学林学院的一名学生 然后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前面有个女生也说过最近几年咱们的全球气候都一变 然后产生了各种自分灾害 气象学教一分析就是我们在人类工业 这几百年来工业发展造成了后果 然后就像刚刚您也说过 抽氧层的缺失以及海平面的上升以及两极冰雪融化 那么我们是否通过一直我们的泪的欲望 就能阻止气候的恶化吗谢谢 现在因为我们人类可能要做的话 不一定能做得到的但实际上你们也可能清楚 现在这样的气候的变乱也叫做文史效益 那么最重要的用肉食造成的就是吃肉 所以这是很多科学家一再强调 如果我们人类不断肉食 一方面我们很多的植物包括养牛 养猪这些 大量地让它们吞足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它发出来的气体非常严重 这样一来如果能吃素也许可能有些人认为 吃素是一个佛教的居士和尚的做法 但实际上不是现在很多天文学家 包括现在很多专家认为确实对吃素 整个全球暖化有非常大的利益 所谓的吃素对自己的人体健康我经常在说 也是很多人觉得可能蕴养不够 其实完全蕴养都够 因为植物里面的这些营养直接入到你的身体里面 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牛肉 牛的这种蕴养是哪里来的呢 就是在植物里面牛也不吃牛肉也不吃其他的肉 他的身体为什么会装呢因为他吃草 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吃草 吃草的话像牛一样允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在想很多人不吃牛肉只吃草的话 全球暖化肯定会有不同的改变 老师你好 我是来自广西高学气氧经理电子信息学院的一名学生 就是今天你讲的主题就是 希望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刻自己的欲望 就是一些不必要的欲望是吧 像我们大学生的那个环保衣食还是相对比较可以的 但是社会上的一些企业制造商 他们环保衣食就没那么强 而且恰恰想法就是社会上的很多的污染 就是有一些那个起立的吃草造成 然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他们的那个环保衣食也提高 如果说他们的环保衣食提高的话 就可以从根本上就是治理我们的那个环境的污染 但是他们的时间也比较了解嘛 整天就蛮有赚钱 然后我们有什么就是有效的方法 也可以让他们就是环保衣食 跟我们的大学生比较强一点 因为我们在校大学生或者是在校学生接触到的教育 或者像今天听你的讲究一样 这样子有机会可以接受到这种教育 但是他们不一样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一样地提高这种环保衣食 谢谢 环保衣食其实是几十年以来大家提倡的一个话题 以前不需要环保我们小的时候从来都是没有看过垃圾桶 尤其是我们在藏地对水的染污对空气的染污都没有 没有 但这几年以来不断地 我们科学技术的开发不断地出现 那么不断地出现的时候 首先我觉得从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开始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们社会的很多最关键的问题 应该是大学生和知识界的人发现 企业界虽然从钱财和社会势力方面 他有一定的地位和维持可是他可能忙着赚钱 忙着做其他事情 社会一个是商业界 一个是政界还有学者这三个构成的 首先学者的层面要知道现在社会的关键问题 知道了之后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去宣传 宣传以后逐渐对政府也好 对企业界也好 我们去开始跟他们传说为了这一点 我想在学校里面 在其他的社会当中 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大家应该开一些不同的论坛 现在开很多环境包括论坛 那么这些论坛当中我们邀请企业家和邀请有一定实力的这些人 让他们也是感受到真正现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人一旦找到了感觉的时候下面操作比较容易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感觉光是一个理论上 可能不一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所以现在像国外尤其是美国和英国 对环保方面重视得比较糟 因为他们开发的也比较过多这样的原因 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生先要害 应该知道这个关键的问题以后 在不断的场合当中我们可能去宣传 那么最后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意义 大家好 我是农学院大奥的一位学生 现在我们在学普通昆虫学 到大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研究一些农药 我个人觉得不断地研究新型的农药 与沙僧和地摊还有环境相违背的 但是我们又需要这些农药来提高度差别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谢谢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所以请你们很多人提一些 专业上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为难 这样的 我觉得农药我听说你们 广西这边的农药方面一个是民众的护生 还有当地政府也好或者大家对人类健康方面的农药 还是跟其他地方不同的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包括你们在好多农田里面的庄稼 应该是对人体到目前为止是非常好的 其实现在农药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有些农药作为一个农药学院或者研究者来讲 不得不探索最后不得不运用 但运用完了以后最主要的保障就是人体的健康 这个人体如果没有能保持健康的话 那么所有的农药变成毒药非常危险 所以现在我们在社会当中确实是与发展和欲望两个相冲突 这个时候很多工厂包括有些制药厂 外面大的是说是药但实际上是对人体直接有害的 因此在更深的研究层面来讲 对人体的健康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保障 在这种前提下我想可能在不同的程度上去研究 不过我们在藏地或者在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个蔬菜 农物都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危害的 当然现在我听说很多农民不愿意种庄稼 种庄稼天天要靠老天爷看会不会下雨啊这样 所以现在很多农民不愿意种庄稼到城市里面去打工 因此一大块一大块的农田全部都是 以后可能你们研究出来的 不一定有人中庄稼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财导学院的学生 然后我就想说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 环境污染预发和实信发展 是的 我们今天是学到了增强的环境的保护意识 然后我就是感觉 现在我们像我们这一群人有一些很浮躁的心理 比如说是的 今天我学习了 我是增强的保护意识 但是过了几天后 过了几天以后 就像没学到什么一样 然后就说环境保护是从一种小细体开始方面 像我们大学生 如果听了你这个讲座 我过了几天后又开始做一些破坏环境的事 然后再过了 又比如说 就像我 如果再过了两年 我就要毕业 我就要走向社会 但我就说 如果面对社会这种压力 如果我们还是保存 就是说 我觉得社会的力量是如此强大 而如果现在还保持着这种想法 社会上的一些人 我觉得我看到现在上所有社会的一些人 都是为了钱而追逐 就是说 如果我还是保存着一种这样单纯的想法 是不是 如果我保存着一种单纯的想法 我赚不到钱 我怎么在那边 我的家庭 就是我想持那一床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矛盾 我想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好 谢谢 这个问题我在讲课的时候也稍微提了一下 一个是现在你们学生时代非常单纯的想法 到社会上是不一定能实现 但是如果也有这个可能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讲或者其他老师的演讲 然后让你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真正意识到重要性的话 那么可能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忘 在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当中 我听到一些老师或者一些上师的课题 哪怕是一节课或者甚至两三天的课 最后我一辈子都是可以跟我的观念上 有着很大的变化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 我们光是一个人是不信 要千百万次的一定要去训练 这个训练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训练 过两天可能过延永远 什么都没有了 很有可能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道理 非常重要的话 那么这种问题我们不断地去还要更一步的 当然我们的时间有限两个小时我也不可能讲出 包括我们老师可能三 四年当中给你讲 只是一个提示而已 实际上是关键人在于自己 你们很多的学生大学有些人说的不是真正读大学 玩大学你在大学四年当中并没有好好读的话 就玩四年而已 但如果你真正在大学里面的有些道理 你在社会上还要进一步的深瓦 进一步去探索 那最后在你社会上你一定会去记住这件事情 如果你记住这件事情 我想如果有良心也不一定赚不到钱 现在我们社会上很多非常文明的 确实有一些企业家也好或者是世间的一些领导 他们对社会对各方面的责任 并不是有一种破坏或者非要搞一个破坏 非要搞一个不合理的行为赚钱 其实这种赚钱时间并不是很长的 如果你有一种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而赚到的钱 所以我自己认为最好每一个人选择 即使你赚不到很多的钱 但是最好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对社会负责任的工作 这样逐渐逐渐能有很多方面的利益 老师 你好 我是来自清光博士听工程学院的 今天你这个演讲主要讲的一点就是知足少欲 是吧 然后我觉得作为一名大学生 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个社会 因为可能是社会的要求吧 我觉得这个欲望呢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种动力吧 然后如果是个个都知足少欲的话 但是会不会就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呢 然后我就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知足少欲怎么平衡这个点 表面上看来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欲求 可能你说得也对对自身没有什么追求 追求生活 追求高尚的审美 但实际上自足少欲跟追求美好的理想是不矛盾的 我们佛教也不是整天都是一种狠狠恶恶 或者说你什么都不求救 不是这样的 只要对社会对大家有利的话 我刚才也讲了即使我们出家人 他都可以接触很多人 接触很多社会的力量完全是可以的 那么你们作为一个在家人 作为一名大学生 你过多的欲望和浪费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在追求你的理想的过程当中 正常的生活 积极性我们还是非常需要的 这种积极性也是一种动力 如果你没有一种动力在社会当中可能整天都没有什么追求 这我们也不强调一定要有一种追求 但是这种追求不是过多的贪欲和过多的破坏社会 破坏社会 我们要动到这个时候 凡是人类或者破坏社会的这些财物我们都不追求 如果在无情当中或者自己很正常的工作当中 所带来的钱也好 财富也好 这是我还是要追求 这是我们佛教的观点一点都是不会相伟的 由于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家的提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老师用宽广的技术和更高兴的境界 给我们解答了我们大家心中的疑惑和感受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老师 谢谢